我们又见面了 第一期视频只是很浅层次地谈了一下 这期视频会稍微深入一些 从上个视频的三个问句继续讨论 李彦宏委屈吗 泼水男子现在什么处境 而我们又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 其实竞价排名一开始是李彦宏自己坚持要做的 董事会是反对的 但这件事没什么好批判的 因为还是那句话 竞价排名这个商业模式本身并不是万恶之源 万恶之源应该是作恶的人本身 而缺乏监管的体系是恶人的帮凶 所以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监管上 李彦宏既然能不顾董事会的反对 坚持做竞价排名 那说明他肯定不像黑镜里的CEO一样 只是个傀儡 他的公司是有很大主动权的 所以百度没做好监管 李彦宏这个CEO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包括后来的 以极高考志愿搜索误导等等问题 所以李彦宏没得洗 但是还有个问题 魏泽西的文章里也写了 看了百度的推广之后 他也并没有无脑相信 他自己也去调查了 是三甲医院 是上过央视 最终他才选择相信 所以百度 发放资质的机构 央视 这三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既然这不只是百度的问题 那为什么网民还是几乎只揪着百度呢 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思考吧 第二个问题 泼水男子现在怎么样了 在泼水之后 他先是被关了五天 释放之后就回山西老家了 之后一段时间 有很多记者要采访他 但他似乎都拒绝了 他本人的个人信息被网友曝光了很多 拿他自己的话来说 已经是透明人了 现在微博上的粉丝涨到了三万 之后因为点赞了某个微博 被人威胁 接着原来的微博账号被封禁了一年 这个事件感兴趣的 自己去微博上看吧 他现在的新微博士直男上述来了 影响力小了很多 几乎淡出了公众视线 我加上了他的微信 但对方一直没回复我 从朋友圈来看 他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包括资金支持 最后 关注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其实很多人都是看看新闻吃个挖 也许大家还没意识到 我们可能已经处在某个历史转折点之中了 从1987年 中国发出第一封email 到如今的万物互联 互联网从显为人知 到现在像空气一般的无处不在 这三十年里 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太多巨变 你或许已经习惯抓着手上的这个小铁块看视频 习惯出门不带现金 习惯躺床上购物 但要是放在三十年前 这都是科幻 所以谁能断言三十年后是什么情况 科幻电影动漫中 唯利是图的科技公司比比皆是 这或许就是某些现实科技公司 甚至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缩影 而当这一切刚开始扭曲 有人因此付出生命代价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一瓶水清醒一下 直南上述的这瓶水不仅是泼向了李彦宏 更是泼向了这个社会 他以被人唾弃的野蛮方式表达了底层用户对百度的不满 百度收到的无数正常投诉里 有多少能被李彦宏看到 有多少能被李彦宏重视 如果他真的像网友说的那样文明投诉 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吗 他本人现在的生活已经被完全打乱 而我们的社会真的被焦醒了吗 李彦宏的问句 我看还是换成这句比较合适吧